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卸任之前发了这样的一篇视频 这是转发新华社的一篇视频 可以说奋战就更重一点了 在中国的官媒来讲 这篇视频的题目叫《特朗普收获尴尬卸任礼》 他说美国众议院以232票赞成197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对于美国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 那么中国的官媒抓住这一点 认为这是对于当时可以说特朗普的一份大礼 很明显这份大礼是要加以引号的 那么中国的官媒这样说的时候 我想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些读者读到这样一篇视频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我要质问中国环球时报的就是 中国的这个元首也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什么时候被中国的全国人大或者他的常委会弹劾过呢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癥结所在 那么中国呢 无法实现这样的一种民主的诉求 无法实现三权的这种分立的这种互相 进行监督的这种民主体制运作 但是却在呢嘲笑那些在民主体制上进行艰苦探索的国家 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有着自由民主灯塔支撑的这种味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环球时报的这样的一份视频的逻辑 很明显就是站不住脚的 也得不到一个事实上在中国能够实践的一种民主基础的支撑 那么回看呢整个中国环球时报的这篇视频啊 可以说整个的这个立论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或者说啊 他呢看上去是以这种事实的在对美国进行某种羞辱 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羞辱的话 只能够进一步的给中共自己的话 可以说挖下了一个民主的一种坟墓 也就是说中共呢 可以说嘲笑其他国家没有民主的时候 中共从来最主要的是不反思他自己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三权分立的这种运作的这种机制呢 在中国大家都看到前阶段呢 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啊 在内部的一篇讲话里边 中国的按理说 如果说中国能够一个法院独立审判的这种地位的话 那么他就不应该有一种这种非常预先设定立场的这种讲话 这种预先为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宣传的话 让他的这种法官的这种中立性啊 就荡然无存了 更何况呢 也再不印证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 只能是党的一个工具 而不可能真正的依法判案 完全不受任何的干扰 那很明显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 那也是根本不可能去实现的 所以说环球时报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司法环境下 也不可能就美国这个弹劾的这个事情呢 真正的给出一个非常客观的一种评价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给出一个客观的理性判断的时候 一个特别的角度 那么环球时报这篇视频说过去的四年啊 那么环球时报嘲笑特朗普呢是一种分裂治国的一种一种迹象 说美国的社会的这种两极化趋势加剧 政治文化众多层面的这种撕裂越来越厉害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的这种争吵啊 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社会这种免疫力的一个高度愈合的一种体现 正如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呢 在1月6号那么国会的这个遭冲击事件的时候 那么国会的两党后来又奇迹般的在一块重新的开会 继续的就这个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人票的认证 继续的往下进行推进 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让彭斯呢可以说 我优然的感慨美国的民主有奇迹般的这种复原的能力 所以说呢 那么我想美国的这种民主到2021年年初的时候依然有奇迹般复原能力 怎么能够说那么美国的过去的四年完全就分裂了 美国彻底就完了呢 所以说这样的逻辑完全就是讲不通的 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 那么2021年的1月20号已经过去 那么拜登呢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卓有成效的 能够彻底能够实现美国团结的 试图能够弥合美国在过去的这场大选当中 社会撕裂的很多的这种政策 这些政策再次凸显了美国能够再次伟大的一系列的这种曙光 我想啊美国的总统一任又一任并不是要从后一任去否认前一任 而是要共同的去把美国治理好 让美国的自由灯塔的形象在世界上重现光芒 从这点上来讲啊过去的四年并不是美国分裂的四点 也并不是美国政治文化这种撕裂词 这种愈演愈烈的四点 而恰恰是中国不断的加深对于美国的误解 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对抗 越来越明显的四年 而这四年今后将会继续延续下去 究竟能够延续多久呢 让我们拭目一点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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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